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理论上面来讲的话 这把比赛的话只要对面女儿村能够撑到第二回合 接一把罗汉的话应该对面胜率会比较大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比赛 两边加起来九个法系兄弟们 就九个法系能见面的话也不容易 说句心理话 女儿村的话速度快 必得争女儿村先倒为进 比赛第一回合对面死了个女儿村 关键番五个法系兄弟们 打个华山来五个法系 真的兄弟可以 对面四个法系 猛是有点猛 就脸脸边的性格都差不多 你懂吗 对面的话性格也非常的暴躁 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的第二回合 就这种局的话最适合谁指挥呢 就最适合我去指挥了 就根本不需要指挥 对吧 就每个人都带配速啊 宝宝给自己顶 顶要就行了 对吧 兄弟们都说我指挥时间不够用啊 就这阵容 随便指挥嘛 兄弟们你们看一下 比赛第二回合 你们觉得谁能赢啊 我觉得关键番 我觉得对面可以赢啊 我觉得女儿村这个门牌的话 怎么样也得带一把词汗啊 对不对 我觉得对面应该会有优势一些 来看一下比赛的结局 是不是如我预言的那样 对面可以赢啊 我觉得对面可以赢 对面到时候做个归宿啊 归宿拿女儿村 女儿村一把词 对吧 等于说对面要多几条命 还不是多一条命 比赛的话第二回合 对吧 宝宝点拿自己 很稳 对面这个时候 女儿村也不用起来 对吧 等到人死都差不多了 再起来就可以了 罗爷消消 哇这秒宝宝秒的 秒的好舒服啊 我觉得关键番 伤害要比对面高一些啊 对面还起秘论呢 大哥 这能给你机会起秘论啊 兄弟 赶紧出归宿啊 哇 对面这个时候 得赶紧出归宿才行啊 哎呦 这个混沌是没有打女儿村啊 这告个交啊 这打女儿村直接辞了呀 拉起来 点拿自己啊 点拿自己 先出个归宿啊 先别急着没有啊 把女儿村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他这个宝宝啊 拉神木灵 神木灵起来 要换个归宿啊 归宿拉女儿村 得女儿村一把瓷汗都起来 再说 你知道吧 对面的话也不管女儿村了 对面伤害也还可以啊 那你不管女儿村的话 带个女儿村 干嘛呢 对不对 你也不如组个 无法 细算了 真的 比赛四回合 对面还有机会 他这个千速拉 拉那个神木灵 神木灵出个归宿啊 对面神木灵速度最快啊 你看 对面这个神木灵 全产一速啊 对吧 拉神木灵 神木灵速归宿 归宿拉 女儿村 女儿村 拉神木灵 哎呦 哎呦 拉队斩也可以 队斩速度也快 但是你得换归宿才行啊 对面的话 拉起来就没有 真的 这个兄弟速度慢 出不了手 对面还有局 对面一定要 要拉神木灵 二属神木灵 三属神木灵 都可以 拉起来换归宿 归宿拉 女儿村 女儿村 死 对面 比赛五回合 把我前面转 没了 兄弟 指挥太差